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此事会有公私众物 辽少侠 居早晚十年念佛 自信发愿 亦能往生 以阿弥陀佛 曾有怨云 十方众生自信信乐 御生我国 乃至十年 若不生者不取生觉 时故十年念佛 亦得我生贤 宁光大师这个十年念佛 来取这佛经 佛经里边依据佛 讲的这个语言来建议大家修行方法 很管用 这一关讲的很重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无门于莫动静 行足坐窝 饮鸣待客 做一次饭 误令 佛无极心 心不离佛 这是最重要的事情 有事我们办事 但是这个心和佛要连着 不要分开 这是最重要的一条 念念都在心上 事情我们可以做 但是心不要离佛 这是最重要的一条 心如果离开佛 那么你想 心想啥 你现在就到哪去 就很简单 宗教被疑混乱 这个专门的英文讲了写一本 他绝一小段的禅 直指人性之法 令人千见本来灭目 后至名字为宗 是以宗之物解为目 教之修持为主 非物则为由见道 非诸则不能到家 宗家之教 即季风转语 阳全祝国 或语或莫 种种作为 皆细旧笔来机 指挥向上 真地 则一法不利 所谓实际礼弊不守一成也 熟地 则无法不贵 所谓佛事门中不守一法也 教 则真熟悲禅 而多久熟说 宗则既族所谓 而少除俗相 须知真如同己 并非耳物 这里边讲了个禅宗和教像 所讲的一些教理 讲了他们这个作用原理 分原理 禅宗主要讲直指人心 建训成佛的 这是宗教 那么这里边 平安大师说 把这个宗教的解物 称为什么呢 呜 眼心 那么按照佛法 佛讲的一些教长 帮了一些法门 这种修持 理解为 从把脚去行去 那么没有眼睛啊 你就看不到刀 刀是什么样呢 你看不见 但是呢 没有这个脚 你就回不到家里边去 走不回去 这是这样的最重要的区别和助理 那么禅宗 他的这些教法呢 比较特别啊 就是把佛法呀 融会贯通啊 就是 变成什么呢 变成一个当机受教育的东西啊 就是 跟当时的环境 当时人的情况 当时的状态 说当时的话 用平时的话语啊 把这个道表现出来 所以这里边有积分转语 阳全 祝福 或语或末 就是有的是 怎么说 有的是一句话 一个说 都是能把这个道表现出来 都是什么呢 都是 旧笔来机 使归向上 你现在看禅宗的故事都是 这个人来了 问禅宗祖师 问一句话 这个祖师就开始根据时间 当时的状态 给他来一段 来完以后呢 哎 他一想明白了 就想办法 办法 办法 继续直到心里来去 那么这例子是什么呢 就是学情啊 悟到本身 本心 本真的这些东西 那是一法不利的 你说不出来的 没有办法说清楚的 你一说一法来形容 它就不是真实 也是假的 假的 实际里 必须不是我一成 就是刚才我们形容这个时空 每个人都有时空 那么在佛的时空什么呢 就是这个 咱们佛经经常说 什么一生法界啊 那些东西了 这个就理解不了了 那么这里边说 真道的真地 那个一法就留着 到了实际里地上 不受一成 一句话 你一说就错了 不对 你说这佛经经 那就错了 那只是咱们理解佛经经 咱们理解从这样就错了 一说就错了 那俗地呢 就是把这些方法 怎么回归真理的方法给我们列出来 列出来 俗地则无法不对 所谓佛事文中 不受一法 从每一个方面 我们都可以回家 回到这里去 所以会讲八万件法门 为什么讲这么多呢 就是因为这个世间的俗地有这么多 所以就讲了这么多方法 从哪个方法 从哪一点都能回去 那么在教理上 这真如并才 真地俗地都说了 但是多说俗地 多讲方法 这么回去 因为本真那点东西呢 我说得这样 我说得清楚 描述描述 描述 关键的讲 怎么回去 中则即服 所真 而少复复想 那么在禅中 中文下 干什么呢 一旦说到俗 说一句话 立马跟进到真地呢 连引动 短心来处 你要一说外边情为一个东西 立马给你破掉的东西 立马给你拉到心里边去 这是他的中 里边的东西 所以你看这些禅中主持 你想说啥 一说就一包含 说也不对 也不说也不对 反正都不对 干什么呢 就是把你自己的赎尽 自己里边的观念啊 我只要把这通通打到打面 碰 给你消灭了 剩下什么也没了 你就回去 须知 真主同喜 并反而瓦身 阳心 马下 那么对于我们的这个方法来说呢 其实也是这样 也是这样 我们现在以这个教为主 以这个主 开始走 拜称啊 顺念博 这都是教下的这些方法 我们以这个开始走起来 走去 走到一定程度呢 我们其实也都走到这个中 也会走到这一边 为什么呢 现在我们也经常开始骂人 也开始说这些 为什么大家一旦说 搞一些乱七八糟 给我骂人 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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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到本心这儿来 现在这个世界 外面东西很热闹 很热闹 但是呢 我能慢慢也从这些热闹的那边 打回来 拉到本心这儿去 因为 所以这种东西 你回不到本心 都没有用 没有用 所以最后修行 一定是通过那些教育 回到中 回到心 一定是这样子 一定回到心 但是大家休息 修个三个年以后 你慢慢休息 你还在外边转悠 那上面你休息 就没下功夫 没进门 没进门 一定修的 往内修的 说出的话 就是内力的东西 一说什么东西 背心 你就对了 学进去 越修 越往里走 最后就回到核心 就出了 一定是这样子 就像我们 刚才说 你同修 一回家 一说光 闹在家里边 是寄全的名 肯定出了 肯定出了 一定能让自己 身心安详 洁了 柔和洁了 然后外边的家庭 世界也都是安静了 安静了 快乐了 清静了 这就对了 沿着这条路 一直走下去 最后是什么样的呢 就是说 讲那些境界 程度 一层一层 动态 没有问题 是什么样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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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